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王月交付真坤启示果陀剧场与屏风表演般首度合作,10月19日起全台巡回真情重现李国修的经典剧作,华人重量级导演梁志明经协同志明艺人曾国成与蔡灿德南下高雄为果陀与屏风不可能的合作柔性宣传。 蔡灿德自己爆料,德只有机会演出真坤启示时,当场几乎惊声尖叫,曾国成感性指出,很感谢李国修当初把拙,让他有很多表演机会,对于这场戏说啥都要演,梁志明则强调,这是果陀真情版的真坤启示,他要为这戏赋予新生命。 真坤启示原起知名作家陈毅会1989年出版同名小说,由李国修改编为舞台剧,陆续在1993、1998、2002、2011年次度演出,掀起剧场界轰动,累计超过14万人进场欣赏。 果陀说明这是屏风与果陀首度合作,一方面纪念屏风30周年,也是向李国修致敬,真坤启示10月19日起,依序会在国家戏剧院,高雄至德堂,桃园展演中心,台南文化中心,彰化园林演艺厅,台中中山堂等场欲演出。 欢迎喜爱剧场,喜爱屏风与果陀,喜爱李国修的朋友,一起重新回味真坤启示。 将情可恰果陀剧场或两厅院售票系统。